53岁台语歌后张秀卿2014年嫁给小他12岁的家水战王子王国赞 婚后定居台南 为原生子梦想 他不仅打牌卵针变胖 手肘 屁股 肚子 全身几乎能打的地方都打变 还尝试偏方生吃青蛙 可惜多年过去无好消息传出 中时新闻网报道 张秀卿最近上节目松口宣布已经放弃生子 更直言 停经了 张秀卿早年有过一段婚姻 和台语歌手林鸿鸣有过5年婚姻 日有一女林立 但两人2007年离婚 2014年张秀卿没开二度 和小12岁的王国赞子弟恋开花结果 两人当时在台南举行盛大婚宴 西开214桌 正式成为台南媳妇 而王国赞也被起底是白手起家的生意人 靠城立家水战累积不少财富 身家约有2亿 张秀卿出道以来体重一直起起落落 先前他为了不要被看起来老丈夫太多 还为爱减重12公斤 近年又因为拼生子打牌卵针变胖 身上能打的地方几乎都打过 有次他请老公帮忙打针 没想到王国赞看了太不忍心 迟迟无法下手